那我就把那個剛剛的 file 回圈 改成 4 回圈 那改的地方基本上就是改 file 1 帽號把它改成 4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讓它跑 跑完就是到最後一次的話就判斷什麼 它如果等於 2 意思是說我 for i in range 0 就第一次 1 就第二次 2的話就第三次了 你已經第三次了 而且你沒有答對 意思是說 g 就是你輸入的詞 跟 rnd 裡面不相等 不等於喔 不等於這樣寫 不等於 不等於的話呢 而且中間一定是交集 就是你已經是第三次了 而且你沒有猜對 那我要做什麼處理呢 我就做什麼 答錯了 只能猜三次 而且甚至我還蠻貼心的 把答案告訴你 答案為這個 把 rnd 怎麼樣 把它輸出 就ok了 那不過各位可以發現 這邊我多一個用 do 點 其實 printer 如果你假設 第一個參數 do 點 第二個參數 你就不用轉 不用串切 這邊當然你可以串切嘛 可是串切要轉型 你要加一個 stream 另外一個寫法就是 直接加個 do 點就可以了 do 點就是說 它會不用轉型 你就直接把第二個參數放在 fo 中間它會自動加個空白 第一個參數就是答案有沒有 然後面就自動把那個參數放到後面 只是差別是多一個空白 好 這樣最後記得再把它 break 掉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我是把什麼呢 把那個回圈改成 fo 並且在它的第一個 if 所以它原來的 if 就把它再加一個 else 本來是第一個 if 本來是第一個 if 在下面 其實它底下都沒改 所以改動的幅度 最少的最小化的情況下 大概就改成這樣子 ok應該可以看懂我的程式寫法 其實程式基本上盡量 也就不用把它弄得太複雜 能夠盡量改動越小 那這樣基本上 才是好的改法 你千萬不要一直亂改 你亂改改到最後自己也不知道在改什麼 雖然結果釋出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自己釋出來了 所以很多人就是 就是亂改亂改 最後自己也歇斯底里的 也不知道為什麼 ok了 所以網路上很多笑話就這樣 問工程說你為什麼改出來了 我會不知道 我最後就ok ok就交件就好了 其他的話 如果後續有問題 也不關我的 不一定干他的事情 不過這個地方的話 大概就是 特別注意就是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就改完了 然後我們來run一下 所以要測試 不是真的這個測試還蠻花時間的 常常就是為了一個小問題 你可能也可以卡很久 不過後來我的體會真的 就是不要亂試 對的事情 很快就做出來了 你如果亂試 試到最後其實你也不知道你在改什麼 那你就不要再改了 因為即便你改對了 你也不知道為什麼你改對了 ok 所以那樣的學習其實是 會比較沒有辦法真的很正確的學習 與其這樣你不如找一個範本 ok 那我也把我最後做完的放在雲端上面 你們可以測試看看 如果測試完了 你也可以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寫寫看 如果實在是不ok 你就先參考我的 先以我的當樣板就好了 就也不要一直鑽牛角尖 那這邊的話輸入十 我就如果最多三次 那我一律就是先輸入都一樣的 三次看看會不會第三次都輸入一樣的 答錯了答案是一 有沒有它就跳出來了 三次有沒有 如果答對我看看會不會答對也正確 所以你可能這個還要4才會知道 10太高的話 5太低的話 那就是7 我最後一次機會了 很難耶 這個三次要猜對 真的有點運氣成分 答案是8 ok 反正應該我剛剛試的是ok 所以這個自己再玩玩看 你們可以拿我這個嗎 記得就是你不要直接貼就沒事了 你要自己改改看 最重要那個部分的話 自己要就是你的關鍵地方 太高 再說6 太高 最後一次 現在太難了 隨便 是答對了有沒有 ok 所以 遊戲如果是自己寫的話 那真的就比較有成就感 而且未來你也可以做出 甚至像我之前有交過一個學員 他來上課是因為他要寫程式給他小孩 當那個就是平常就是課後練習 他就把他課後練習的題目引進來 然後給他小朋友玩 因為他小朋友就是一定要玩電腦 才會盡得下心來 然後那個爸爸真的很用心 就是為了這樣的關係 所以他就來學這個 然後把他給他小朋友去練習 像下一個題目 Mence CAI就有點類似像這樣的用途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就是如果你今天拆 你只能拆三次的話 有次數限制 OK 要怎麼改 其實就是把它改成for圍圈就好了 所以特別注意 回圈的不同特性 你要了解 你不能說都是回圈 可是都是回圈 為什麼要弄兩個 他總有他的用途 不過如果以這一題來看 你說老師 可是我不喜歡用for圍圈 我可不可以用for圍圈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可是問題來了 你如果要改成用for圍圈 也是可以做完的話 那應該要產生兩個東西去控制他 有沒有 第一個是他的I的初始值 有沒有 I的初始值 也許你要計算嘛 另外就是說 他只要拆過一次 I等於I加一嘛 有沒有 就是計算說他拆過幾次 那等到那個拆過幾次的值出現了 那一樣你就要black掉 OK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如果假如你不用那個for圍圈寫的話 如果你執意一定要用化圍圈來寫的話 那有沒有辦法把它寫出來 可以 但是怎麼寫 留給各位思考看看 如果你也可以 不要用for圍圈 用化圍圈 也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那恭喜你 你應該是越來越進入狀況 那我跟各位講過就是那個 證照考試喔 像 那個證照考試題它沒有標準答案喔 也就是說你可以用自己習慣的寫法寫都沒關係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 提供我各位參考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不然像以前如果用一些證照 就是這樣你要連程式碼都要一模一樣 連變數名稱都要一模一樣 這沒道理嘛 哪有人要寫程式一定規定一定要用來動 所以基本上還好它那個考試 就是它不是看你那個喔 就是一模一樣喔 它就是你用變數名稱 它會真的run 它背後應該有一個compile 它會compile你的程式 然後run看看有沒有bug OK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是run的過的話 那表示你那個答案也是OK的啦 那試試看 待會我們這一題做完之後的話 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下一道題 就是Mans的CAI 那CAI其實就是一個輔助 你叫什麼 那個什麼 輔助教學吧 對不對 CAI就是有點像那個遊戲 輔助那個教學 那這種東西其實應該慢慢會越來越普遍吧 其實說真的如果手機上面也可以讓 因為現在小朋友說真的離不開手機 那導播你就把所有的那個測驗喔 直接就在手機上完成的話 那該多好了 不過這好像也不很OK 但是好像又不得不的困難點 對不對 因為你看現在很多學校喔 它也是給平板嘛 對不對 你上課也是會用到平板 然後會輔助教學 可是你又擔心說他們太早接觸這種3C產品 會有像3C成癮啊 或者是說那個視力減退的問題 可是這種當然這樣很很難啊 不過這個當然好 可以可以思考一下 待會我們就是來看一下 那個練習題Mans CAI這一題喔